开始了 我爱饭藏菜我就爱乐呵 回家乐呵乐呵 找点儿生的乐呵 打开中央三套 让他给你乐呵乐呵 将生小平平如单身大舞上 没错 我爱饭藏菜我就爱乐呵 您见过这样的她 这样的她 是 是 爸 笨 笨 这样的她 她就是 何大拿 是什么让她口出起言 最狠富人心 是什么让朱迅暴笑至此 面对曲艺十八般武艺 会上演这一出 还是那一出 看何大拿三月三十一号晚十八点 带给我们哪一出 我爱饭藏菜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汤菜我就爱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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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满汤菜快乐滚滚来 谢谢阿鱼 谢谢阿鱼请坐请坐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满汤菜 我是朱迅 刚才那位大姐问我啊 这期嘉宾是谁啊 来 您先听听这一出 富马公 今情看短香上 喜着亲相恋三二岁 壮盗当朝 富马郎 转转日压 只在那夜的大唐 上 好 还得不错 洋洋男儿啊 我给你够饭 亲友随喜到这边 这边有记账的 一千不多 五百不少 那人胖子 等着胖子 太快了 您刚办完事又办呢 这 多多益胜 这不能以书为胜 欢迎何云伟 欢迎何云伟 以后啊 别管我叫何云伟了 您叫 何大拿 您会拿大顶 不是 拿一个 拿大顶 不不不 不不 你不是大和拳刚打挺好吗 您说的是杂技 我这个大拿呀 是什么拳型 哪样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 那您会点什么呀 大叔 你不了解我吧 你不了解我吧 我不了解你都知道了 我还不了解你 两面真天文 土茶这地理 中小人和 明阴阳 懂八卦 小西门之盾甲 身在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费出茅庐 先定三分天下 就有这么大学问 就这么大的掏掠呀 这还不算什么呢 这还不算什么呀 那真得说是 炕着一把剪子 下着一把铲子 煎炒烹炸 笨盾入傲 什么全形 那兵器会得更多了 刀枪剑极 斧月勾插 冰剪垂刮 坦坤硕 万怀的流行 带勾的 带刃的 带尖的 带筷的 麻花的 拧劲的 带薄眉筋的 带火链 蒸出气 软起来的 没有不会 我爱满堂彩 我爱满堂彩 所有的演员 没有我会得多 所有的 您这打击面可大 你们可以解散了 有我爱 传行 你吹吧 我怎么会吹呢 你接着吹 今天我休息 你别休息 一块主持节目 你休息 今天我休息 那也不行啊 你都来了 就得主持节目 就得工作 不能休息 我说 接下来咱的节目 就叫做 今天我休息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别问我今天 怎么没上班呢 今天我休息 我们所长跟我说 哎 儿园 园带你没休 春节要下班 今天呢 给你补修 哎 我休息了 休息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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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挖牙牙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从南方来的 是周小周的亲戚 我们说好了在那个火车站 这个北京见面的吗 但是没有见到他 而且我的女儿又丢了 不是 不是 你等等 我问你 你是周小周的什么人 我是他堂哥 就是你啊 我知道 经常说起你 我们俩可好了 这么着 你先到我家 先到我家 我帮你找女儿 来进来 坐这儿 别客气 北京警察顶呱呱 战身变出一个家 这就是我家 所以我问你一下 你贵姓 我姓周 怎么称呼 周润发 周润发 香港大明星啊 周润 润书的润发财的发 周润发 这不还是周润发吗 你丢那个女儿叫周 周大姐 她几岁啊 八岁 八岁就大姐了 大小的大 清洁的姐 周大姐 您瞧他们家的名字 你想一想 她具体是在哪丢的 厕所 厕所 多了 我问你是哪个厕所 女厕所 女孩子可不得上女厕所吗 你没听明白 我的意思说呀 她是在火车上的厕所 还是下了火车以后的厕所 上 啊 上 到底是上还是下 上 不是 你说明白的 我听 到底是上 还是下 下 这去上 啊 这去上 你怎么上上不分啊 不是谁不分呢 你想想想想想 这么着吧 啊 你想想 是南边还是北边 哪边是北啊 这位连北都不分了 就是那个左边 左边那个 啊 左边那个 对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嘛 行了 啊 知道了 左边那个 对 当时你怎么不堪着点啊 哎呀 李硕说我也想进去 但是人家不让进 对 你再想想 他去的时候 身边还有什么人 进去的时候 一个大姑娘 是个老太太 出来的时候 五个老太太 没有大姑娘 这位 变戏法呢 是这样的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说我名 快帮忙 我警察 对了 你现在带没他的相片了 相片 在相片了吗 对对对 我女儿照片 不是这 你女儿啊 长得太着急了吧 这是我妈 这个才是我女儿照片 我看看 哎呀 哎呀 长得挺清秀嘛 行了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们北京警察在 保证帮你把女儿找回来 真的 哎呀 哎呀 不客气 什么 真动 喂 所长 是 在我们楼下 行 我马上去处理 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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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关我了 哎 你干什么 我到楼下犯点事 马上就回来 急事 我怎么找你 你要是着急的话 打我办公电话 四四八八八 二二一 哈哈 四四八八 二二一 好不好 哎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哎哟 我姓圆 叫圆子丹 哦 圆子丹 我圆什么子丹呢 我 我还地雷呢 我 哦 你让圆祭雷啊 哎 我发现你这个人的普通发 讲得一点也不流泪 我让你气得快流泪 哈哈哈哈 行了 等等啊 哎 别动啊 马上回来 对了 哎呀 太好了 这个北京的警察太辛苦 我在这里等他 我应该也做点贡献 对 给他搞搞室内卫生 嗯 干点火 哎 太好了 这里有个蹲蹦 对呀 做点贡献的 对不是呀 是不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哎呦 大家好 哎呀 今天啊 说我老公休息 你说巧不巧 今天还是我生日 咱俩商量好了 要在家 好好的过一天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家这老公啊 一进家门就干家务 啊 难怪人家都说呢啊 这可是个模范丈夫啊 老公 你说对不对 对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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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先招润发 呸 你还招润发呢 你还留得滑呢 你 好 你个贼啊 你可偷到我们家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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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怎么进来呢 我去 从门那里大大方方走进来的 不可能 哎 我门锁得好好的 你怎么可能进来 那不 哦 你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哦 你们家窗户在哪里 在那呢 那就是可能从那里爬进来的 你还敢趴我们家窗户 别别别 好 你个贼啊 你说 你都偷了我们家什么贵重的东西 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没有偷 没有偷 真的没有偷 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偷了什么 你到底给我偷出来 我 不好意思 我偷不出来 为什么呀 我还没吃饭 我告诉你啊 你胆太大了 哦 你知道你这偷了谁的家吗 啊 警察的家 哦 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自投罗网 我告诉你 我老公是警察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收拾你 哦 我一看就去靠老公了 我 我老公不来 我也能收拾你 你怎么收拾啊 我 我练过 你练过什么 八级跆拳道 你这个不是八级跆拳道 我这是什么 芭蕾下服浪 我 我还是跟我老公打电话 你别动啊 好好好 139 哎呀 人质单 你怎么 这会儿不接电话呀 哎呀 他很忙的 那就打他的办公室 这发 对对对 反正 好 4488 321 哎哎 你好 什么 烤鸭店 等一下 你打错了 应该是 四十八八 二二一 三二一 二二一 我记得是 三二一 这个是 二二一 你想想 二二一 哎 好像是 二二一 哎 还真有你 谁让你指挥我的 好好好 这是 这是我家 我 我愿意 我愿意打三二一 打一二一 就在烤鸭店 你等着 我马上打电话 别动啊 88 3 2 1 四四 八八 二 二 一 哎呦 办公电话 又占线呢 我占线 我来拿 他怎么会占线 阿天 不能动 我加电话 你这贼 太不老实了 我非 非把你绑起来不可 不要 不要 我真的不是贼 你别动 手拿出来 绑先细一点 绑先细一点 对对对 你别动啊 好好好 绑起来 这会看你还怎么动 见证奇迹的时候 到了 哎呦 我还真不会绑这个 我会绑 过来 把小牵起来 从上面挖 上面绑吗 这样再上来呢 然后绑一个猪蹄扣 这里再绑一个马蹄扣 怎么样啊 哎 这还真结实 好都跑不掉了 哎 他把我给绑上了 不好意思 我解开 我不好意思 快给我绑上了 太狡猾了 绑上我就舒服了 我告诉你啊 像你这样的人 我减多了 好好 你轻点 你别 别让我 我不知道 还是给老公打电话吧 哎 我不给我老公打电话了 这就对了 我打110 哎呦 这天我不要打 这天我不要打 别拉我 别拉我 干嘛呢 哎呀 我要挖阁呢 哎呦 这天 我们家出战了 不是 刚才说就是进来一个周日杂 然后他一说他是刘德华 然后我说他能哪进来 他说是从门进来的 我说你就是老公打电话 我听不懂 哎呦 你说你说怎么回事 子弹 哎 怎么意思啊 我们来找找北国楼 对我老公开 咱们要来打电话 北国快点翻了 你老婆快点 快往胸头 别往胸头的 我让你这样往胸头的 我让你这样往胸头的 我让你这样 停 我听不懂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子弹 我们家出事了 什么事 我们家来了一小偷 小偷 幸好我反应及时 我三下五穿 我就把他给绑起来了 哪儿呢 那儿呢 你把他当小偷了 对啊 还把人绑起来了 对啊 哎呦 哎你笑什么呀 哎呀 他是隔壁周小舟的堂兄 是我把他请进来的 是咱们家的客人 哎呦 哎呦 那我怎么知道 快点开 哎呦 这事呢 周先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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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你看我 我真对不起你 我把你当坏蛋啊 你现在当好蛋很开心 我还把你给绑起来了 我觉得很好玩 哎呦 我真对不住你 不好意思 多谢雷 母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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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跟着雷 我跟着雷 行行行行 你们俩在拜天地呢 哈哈哈哈 周先生 哎 告诉你这好事 你女儿已经找到了 哎 在那 通过上网调查 还有这个抽查这个监控录像 啊 还有咱们那个车站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 终于在地下商场把你女儿找到了 哎呀 哈哈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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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堂弟周小舟也找到了 啊 他去接你 你们俩走岔了 啊 现在你女儿和周小舟已经团聚了 哎呀 你真是好人的 好警察 哎呀 哎呀 这是我老公分内的工作 您别客气 哎呀 我耽误了他这么多时间了 没关系 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 啊 你刚才灵脸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怎么了 你说赵世林老师北京人 那可不是啊 他一直以方言倒口健常啊 学得好啊 啊 地道的老北京啊 他是吗 那可不是 他那哥哥叫赵世浦 赵老师 北京京剧院的顾名老生演员 哎呦 这我可长见了 我认他那么久 我一直以为他是男方 你那方言学得多好啊 明儿音太有特点了 是不是 这是过目不忘的 演的也好 演的也好 今天我休息 哎 你休息的时候干嘛呀 小儿 小儿玩怎么好 哦 课余时间 对对对 那太多了 像什么那个拍羊画啊 山丰宝啊 弹球 跳皮筋 我都喜欢玩 你玩的这些我怎么都没玩过呀 咱俩 都没玩过吗 咱俩是不是有年龄差呀 我是80后啊 我们一番玩 iPad 电脑 打游戏 这么一说你是90后啊 我是1890后 对我心 你现在休息的手法是什么呀 现在休息玩点高科技的 哎呦 您还高科技 长得就特高科技了 我长得科技 我长得不高 我呀 没事啊 为了丰富我的这个舞台经验吧 我要多方面的学习 就玩这个高科技 哦 你比我说吧 杂技 瞧耍花坛 等会儿 耍坛子 你这个 瞧耍花坛 这是高科技 高科技啊 传统 杂技 那讲究饭 明白吗 哎 你生的啊 不好 你就接不住 这就是有科学依据 哦 高科技 哎 那您给咱勾一下 可以啊 来来 没问题 听你声 哎 放在上面 别有 别的动作 脚底也不能划 脚底也不能打划 哎 对 两个 哎呦 可以啊 两个 发 嘶 嘶 嘶 哈哈 我想 这个失误 猜脑就让了 猜脑就让了 哎 这差不多了 就行了 这就拦住了 都都砸太瓢了 你看 也都下来了 剪刀而起 差不多就行了 哎呦 这差不多三个字啊 正好是接下来 这个节目的名字 是啊 来欣赏这段相声 差不多 感谢大家热力的掌声啊 谢谢您 上台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好 陈希 是我 跟大伙说说今年多大了 我呀 啊 28了 28了 哎 差不多了吧 什么事我就差不多呀 就是说您活的差不多了吧 那 就是说您嘛 活的差不多挺好的吧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那一看就还行 哈哈 今天来这干嘛来了 来满堂才给大伙说相声啊 给大伙说相声 对 说的差不多了吧 咱俩还没说呢 我发现一问题啊 什么问题 一上来就老差不多差不多的 你就会这一句呀 贼了 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呀 你外号叫差不多啊 你从哪儿差不多 哪儿都差不多 啊 那我问问你 您那工作 差不多 学习 差不多 挣多少钱 差不多 你媳妇呀 差不多 啊 这事有差不多的吧 这结婚跟没结不 不不不都差不多吗 不着 结了就是结了 没结就是没结 你别含糊啊 我没含糊啊 啊 我结了 结了就说结了 就是没媳妇 哎 你没媳妇叫结婚 开始有啊 后来没了 跟皮儿跑了 哎呦 喂 你这事可 什么叫跑了 像话吗 不是 没跑啊 让人给领走了 二婚呐 逃婚 逃婚怎么还领走了 这么回事啊 这个我有个二大爷 是 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一看他挺好的呢 就给我们领家去了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呢 我就把他给认领了 认领了 认领了 什么事就认领了呀 我一看他的年纪 我这岁数我们俩差不多呀 是啊 你多大了 我属龙的 哦 他呢 他 好像也属龙的 你同岁 不是一年的龙 差一轮呐 我再怎么会差一轮呐 我想想 哦对对对 我是属龙 是 我80后88年的龙 哦 他是 他属鸡 81年的鸡 我们俩差半轮 一拐弯 哎呀 妈呀 差七岁啊 妈 怎么老话说女大妻抱金鸡 没听说过 大伙都知道 女大一抱金鸡 我们抱七只 你管啥管不着啊 抱七只 你说 不是 这不说的挺好的吗 是啊 我们俩一看不错一商量呢 就把婚期给认了 认的哪天 4月5号 哎 我们进国际大酒店 什么名 叫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娱乐大酒店 我的妈 这是什么饭店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 啊 一大早我就接亲去了 啊 接完媳妇到了饭店门口 高档饭店就是不一样 是 到了门口 门口好几百位李小姐站着呢 哎呦 大高个儿穿旗袍 手里拎俩大炒勺 哎 拎炒勺 给我们奏乐呀 是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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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哎呀呀 行行行行 这事乱呢 一点都不乱 到饭店 赶紧进去 进去了 啊 一看这会场 哼 布置的真漂亮 好看 现在这结婚确实太麻烦了 怎么 就为布置这会场啊 我们全家折腾了半宿 嗯 把我们家的东西全办了 不得不得 您这说这话都外行 怎么的 结婚您得找婚庆公司 婚庆公司 哎 用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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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大爷说了 婚庆公司有的 我们家谁有 全有啊 全结 哎 那我问问你 哎 那个 你们结婚的时候 那红地毯有没有 当然有了 哦 有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高级的 哎 我那这么厚 这么厚 这么厚啊 这么长 这么长 这么宽 这么宽 这么快 上写着 婚姻光临 一块一块 一块 脚垫啊 一块的是脚垫 拼起来 那就是地毯 哦 那你这是不是这么设计的 怎么设计的 一块是欢迎光临 是是是 第二块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到典礼台上 星期日 我们这样的 全是欢迎光临 那也是脚垫 差不多得了 这又差不多 都是红的 哎 我忘了你 啊 竹台有没有 竹台 嗯 就点几辣呀 对 整几根辣一点 齐活啊 不像话 那这都有架子 我也有 你那 啤酒瓶 啤酒瓶 小时候停电 家里都用这个 六个啤酒瓶 那一插一天 真能凑合 一样一样 那摄像有没有 那得有 哦 几台机器 几台机器 嗯 没数 什么叫没数 要多有多少 这电子台的机器 都没我那天多 是啊 那是 现在谁没手机 哎 我都操着了 您行 您等会吧 您结婚典礼 拿手机录啊 大伙都录 一看挺好玩 挺好玩 我说 这硬件咱凑合凑合得了 是是是是 那喜艳上不能凑合 喜艳不能凑合 哎 全是统一标准 是吗 该有的全有 全有 当然了 哎 那个喜糖有没有 喜糖 有啊 有啊 一桌子两包 什么糖 一包红糖 一包白糖 哎 我实在 现在等会吧 红糖白糖 啊 是不是糖 是 甜不甜 甜 这么差不多吧 小零食呢 有啊 红糖白糖 怎么还是这个 你待着没事干 拿手站着一舔 多解闷啊 哎呀 您让大伙说脏不脏啊 这 解闷 解闷 饮料呢 有 红糖白糖 水 水 红糖水 白糖水 想喝多甜 喝多甜 DIY说句 哎呀 心里的婚礼 这糟心呢 说在这时候啊 我二大爷 缓缓的走上洗台 啊 为我们主持着盛大的婚礼庆年 哦 踏实司仪 还往这一站 倍儿有派啊 嘿 呵 个儿比婚伪高多了 呵 大家好 什么味儿呢 良辰及时已到 哎 有请一对新人 入场 哦 进场 我跟我携我们俩人 叭唧叭唧的走在红地毯上啊 不是 你先等会儿 怎么还叭唧叭唧呢 这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哦 哎呀 太好了 这二代还夸呢 还夸 一对新人 嗯 脚踏实地 和 一步一个脚印的向我们走来 对 脚印的刷眉干的干鞋 到了台上我二代说了 接下来 嗯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谁呀 新郎的二大爷 哦 周师傅 就是他 为他们证婚 啊 来吧 我宣布 嗯 一对新人的婚姻 哦 合法有效 他们的夫妻店 有营业执照 哎 就是有结婚杆呗 感谢正婚人精彩的发言 自己感谢自己啊 接下来 嗯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谁呀 新郎的二大爷 怎么还是他 还是我 啊 为他们支持 那您就讲吧 希望他们下两条 嗯 在以后的日子里 怎么样 好好的过日子 这话对 得过血过 什么词啊 别整用不着的 哎 给这压唇 差不多呀 嗯 都中了 呵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就别感谢了啊 朋友们 朋友们 老话说得好 怎么说 千里淫渊 一下天 一下天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哦 都是洪梁 是是是 新郎的二大爷 哎 对 这啥也是我 其实没别人了啊 为他们讲话 快说吧 当初 当初 我看新娘的孩子 嗯 不赖 不要不赖 都给他冷家去了 哎 冷家去了 没想到啊 嗯 结果呢 还都成了 这垮呀 感谢介绍人精彩的发言 行了 就甭记甭甭甭来这个了 接下来啊 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新郎的二大爷 还是你 对对对对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下来着 我没气啊 感谢正和人 嗯 感谢主和人 嗯 感谢介绍人 感谢你一个人 嗯 哼 来吧 大伙儿花钱受累 哦 嗯 操心受罪 嗯 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 认真的品味 好 我宣布 嗯 体验 开摊 哎 说说 等会儿 说错个字 开摊 开摊 那字念摊 摊 摊什么 我们这菜 不摊的没法摊的 是摊什么 煎饼啊 煎饼啊 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能吃饱差不多得了 那不成有吃煎饼的嘛 你再说这煎饼我二大爷说它有寓意 什么寓意 你大伙儿想想这称是圆的 摊出来那面是圆的 象征我们俩人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啊 这都有得说呀 那又再来两根油条 那就成双成对 刷点面酱 甜甜蜜蜜 撒点辣椒 有滋有味 来张宝翠 彻底粉碎 怎么还粉碎了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 大伙儿啊 这个吃 这个骂鸡 骂啊 骂了鸡就走了 还别说这个一人没走 谁啊 新娘他奶奶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老太太 孙辈 骂上了 你可真够孙的的你 这辈儿 这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五姑娘 以后过日子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她 我告诉你 孙女 跟奶奶回家 不跟你结婚了 说着话 这奶奶拽着新娘和就跑了 好啊 我跟二大夫这看着 哎呦 我真的着急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哎呆 吓死我了 你让大伙听起就这婚礼办 选饭店嘛 就大炒勺 没有地毯拿脚垫拼 啤酒瓶当竹台 桌子上一袋红糖 一袋白糖 有点穷对付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吃煎饼 那不是也能解饿 解饿不成啊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你应该认认真真的 在座的好朋友 什么事都像你似的 什么都差不多 行吗 盖楼差不多 楼塌了 架桥塌了 钻井井塌了 开矿矿塌了 就您结了婚 您的新媳妇都归他了 归谁了呀 归他奶奶归谁呀 我告诉你啊 你就差不多吧 你今天差不多 明天差不多 结果你是一事无成 你想想 你这么办事 你对吗 对 什么什么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我错了 我错了 错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我 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你怎么着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怎么着怎么着 我没发招 我只能改呀 怎么改 我反思反思吧 以后对待生活 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对待工作要认认真 一丝不苟 好 以后呢 我要好好学习天天相照 努力工作 发愤图强 用我的实际工作 重新追陪我的新娘 我向大伙保证啊 以后再结婚呢 我绝不请大伙吃煎鸣了 这就对了 我怎么着会扎两碗粥 就来了 谢谢刘金飞陈希 我倒觉得婚礼挺好 勤俭 对呀 多节约呀 对呀 那我去 急抗的就是勤俭 节约 这有点相当 我就觉得缺一样 怎样 这婚礼要把你请去就好了 还真 是吧 天洁要点啊 喜庆 没错 这段相手说的不错 没错 而且 他们的声音 也相当的好听 哎呦 你还能听出声音来了 为什么叫大拿呢 大拿 什么全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 拿手的就是这个 小小的竹排 真的 电影里边那个 闪闪的红星 还真没听你唱过 一般我还真不弄 一般我还真不弄 哎 唱得好 刚要唱舞 这玩意就去 对吧 照唱不了唱 我找乱了 小小小竹排 江浊游 微微青山两岸走 熊英战之旗 大怕风雪冲 可不但挑年上 荡荡的妖刀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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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把这个板凳定接着点好不好 我这刚有起伴 哎呦我的天呐 您还想起伴呢 这个满汤彩哪哪都好 就是椅子不接着 我都给您装提权 让您喝一口 我特别怕您下一口气上不来 我真好真好 真好真好 您把眼泪放开 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是 大家知道不知道 她刚刚新婚大喜啊 不知道啊 有不知道的也有知道的 真的 你看看原本我不应该跟你说出去 你已经说了 那还有机会吗 那就是 那就以后 那就以后 差不多得了 那就以后 朋友们见证 我跟朱迅我们好好过这个就完了 哎呦 今天刚结的嘛 刚结的 去去去去 你结婚 结完婚之后 那个私奉钱藏哪儿 啊 私奉钱藏哪儿了 私奉 小金扣 嗯 小金扣 嗯 录完了我看 这是电视台 你偷偷告我这个 录完了一放 都行不行 那算了算了 我先问你 你有私奉钱吗 你又想金扣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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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私奉钱藏哪儿了 没事 小事干吗 这样吧 我要告你了 我老公听见怎么办 我听见你不爱紧的 你先说 你说完了我说 行不行 你说 你先说 你先说 你的私奉钱藏哪儿了 我先听见 我 你又藏银行里了 藏银行 你们俩说你干嘛你 藏银行有存钱啊 没有 到家也发现了 不不不不不 这是外行 一看就是还没到位 我没想过 怎么还能不让人发现 存钱 存银行里吗 存银行 这儿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吗 有存钱啊 出了银行门把存钱烧了呀 最狠富人心的吧 这事儿 作案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把这存钱给烧了 对 取的时候拿身份证补一张就行了 太麻烦 太麻烦 这点不如我 那你怎么藏的 神不知鬼不觉 你从哪儿 我呀 一万块钱一袋的 你还有一万块钱一袋 真钱 怎么办 不行有是怎么的 不行啊 一万块钱一袋的 我那钱一块一块一块钱 五袋一落 还五袋一落 拿报纸包好喽 外边用塑料布包好喽 塑料胶条 缠得锦上夹锦 米口袋 米口袋里边 放在最底部 上面用米盖好 厨房一搁 没人知道 不靠谱 怎么 你这什么主意 不靠谱 怎么会不靠谱 一做饭 就知道了 一做饭 永远知道不了 为什么 我媳妇不会做饭 对 我不会做饭 永远不下厨房 真的 搞密得很 找的是不做饭的人 这主意怎么样 你这 找鞋们去吧 找鞋们 找鞋们 有关于私房钱的事啊 真的是笑料百出 接下来请您欣赏 这个小品就是私房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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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跑 哎呀老婆 哎呀 你今天要干什么你 你指谁 放下你破鞋 呸 臭鞋 老实交代怎么回事 我怎么跟你说嘛我 哎 快站住 跑啊你 昨天你哥们儿可揭发了啊 说是你又藏了笔巨款 五十块 那是给你开玩笑的 你都要相信了你 哎呀 无风不起啦 老实坦白吧 钱藏在哪儿 快拿出来 没有啊老婆 老婆 我都跟你说了五遍了 没有我没有啊 再说九十五遍 啊 说不说 说一百遍了 说不说 老婆 老婆 我要睡觉老婆 我明天我要上班 老婆我求求你我要睡觉 哎呀 事儿没说清楚啊 就想睡觉呢啊 嗯 睡不了你的 你就先收拾 又来了 哎呀 错了没 我错了 哪错了 你说我哪错了 我就哪错了 那要是我错了呢 要是你错了 那是我理解错了 这 这还差不多 起来 不起来 起来 不起来 起来 老婆 我们夫妻是有规定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动手了吗 嗯 我动的是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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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我说啊 哎呦 谁啊 这大半夜的 开门去啊 开门去 哎呀 哎呀 李嫂 李嫂 大半夜你怎么跑来了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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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着呢 我也没事 我就是来问问 您家的表几点了 啊 嗯 两点了 两点了 才两点啊 三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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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那么大声啊 声大 哎呦 声不大了 李嫂啊 我这两天嗓子不舒服 都控制着呢 控制呀 那我还要说谢谢你啊 不用不用 要是不控制的话 这老肯不都给献翻了呀 昨天 我已经忍了 今儿你们俩还连去去 嗯 说 什么情况 说 什么情况 说这么回事 拿住 还剩我跟你说吧 李嫂 他 他又藏私房钱 第一回吧 他把那私房钱 藏在那枕头里 我没理他 第二回 他给藏在那皮带里 我又原谅他了 第三回 他居然藏在马桶里 哎呦 我又不跟他一般见上 可是这回 他 哟 你嫂 这日子没法过了 娘 气死我了他 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还整这个 藏私房钱 李嫂 是这么回事 自从上次我藏私房钱 被我老婆查过之后 经过我老婆的教育教育再教育 我就凡事占不成私房钱 现在我就是有那个心 我都没有那个胆了 是吧 来 谢谢你不说话 过去 李嫂 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 反常 没有啊 不是 李嫂 他平时吧 对我还挺好的 我告诉你吧 老公对老婆好 就是不正常 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我 闭嘴 你再好好想一想 想一想 哦对了 他今天给我顶嘴 是你说我藏私房钱我来顶嘴的 闭嘴 藏私房钱还顶嘴 他平时敢不敢跟你顶嘴啊 No 平时他没有封藏私房钱 闭嘴 我们两个女人在分析案情 哎呀我受不了了 因为我女人受不了了我就是奶 我跟他受不了了 看见没有 心虚 我心什么需要我 你还在狡辩呢 我没有狡辩了我 这就是在狡辩 说实话吧 我一进这屋我看他哪哪都不对 我觉得要寻找蛛丝马迹 我昨天怎么在网巴门口看见你了呀 我怎么在网巴门口呢 我 我是路过 那怎么是网巴呢 我回家必须要经过网巴 不经过网巴我回家我非要网 你就编吧啊 你在家里让他上网吗 假的呀他不敢 所以他才要去网巴 难不成他会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哦 搞网练 我没有 被释出杀手间了 跟他分居 分居 对 不要 不要 您 我不习惯 没有 我一个人不敢睡 我害怕 哎呀 李嫂 你可甭笑话我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两口的婚前有个规定 这睡觉之前呢 必须和好 对 睡觉之前必须和好 没有和好就不准睡觉 我都两天晚上没睡觉了我 哼 你还有理呢 你还有理呢你 李嫂啊 你给我评明理 你说我自打架给她以后啊 这家里家外上上下下呀 都是我一个人操持着 我为了管着她的心 收着她的胃 我每个人想方设法给她做好吃的 就是啊 她一次又一次的咱私房前 气死我了 所以说 你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要听我的 你看我把我那老公收拾的 那是规规矩矩 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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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这个要是不把你那兜里的私房钱拿出来的话 我就坐你们家不走了 我要睡觉 女嫂 都这么晚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明天赶紧回去休息 我睡意全无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不把它整明白了 我绝对不走 哎呦不是 哎呦李嫂 就五十块钱私房钱 不是多大点事 小见大 你知道吗 藏私房钱是对家庭财务的干扰 对国家财政的破坏 对国际金融的搅乱 哎呦喂 李嫂 就那五十块钱私房钱 怎么还惹上国际大事了 哎呦真没那必要 我跟你说啊 哎呦明天早还得上班呢 您哪 受累了您 哎呦 必须立案征查 哎呦甭想睡了 哎呦喂 李嫂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们家那位吧 对我真的挺好的 对我真的挺好的 哎呦你说刚结婚那会儿吧 家里条件特别差 他每天呢 上班下班都自己走 嗯 连勾水都不舍得喝 好不容易存点私房钱吧 最后还给我买了没戒指 这第二回吧 又藏了好几年的私房钱 被我查过以后 又给我买了个洗衣机 所以这男人藏了私房钱就藏呗 返人来全最后啊 还得给我啊 其实其实这次我上的私房钱 哎呦弄了没有 ар 老婆,你又想死亡前 说 老婆,不理说 你说呀 老公,你就说吧 说了咱俩好睡觉 老婆,不理说 说 你老公蛋 你死亡前,他是我老公 老公,以后咱俩甭想睡觉了 这叫方言的小品 没错,我以为你认识那个男的演员吗 你熟悉吗 他就是擅长用四川话来演小品 没错,他是四川的怕耳朵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朵 怕耳朵 怕媳妇 怕媳妇 大耳朵 怕耳朵的意思就是怕媳妇 他在剧中很多角色都是个怕媳妇的角色 你会方言吗 方言 会呀 哪的方言 最擅长的北京话 我这一提,观众都乐 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 那么北京话呢,包含着很多方言土语 外省市的人出来北京,还听不懂北京话 我是北京人呢,生在这长在这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您比如说吧,就拿朱迅的这个部位来说吧 脸 脸 那就是说这个部位 脸 脸 这一块 头 对,这叫头 这叫头 普通话 叫头 北京话叫什么 脑袋 北京话叫脑袋官 做造势 脑袋还出了一官 脑袋官 脑袋官,没错 还有管这脑袋呀,叫脑袋瓢的 开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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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叫脑袋勺的 脑袋勺 还有叫脑袋胡的 脑袋胡 还有叫脑袋凿的 还有脑袋凿 装着一个脑袋 北京话有很多数 这样到了这个理发馆去理发 都得说普通话 对 说头 麻烦您给我理个头 这个先生您好 您受累给我推推头 没错 推推头 理发师就过来了 您请坐吧 您推头 您是推个分头 是推个背头 还是推个小瓶头 说说头 对 没有说脑袋官 这说脑袋官怎么着了 先生有时间吗 有时间您给我推个脑袋官 你把脑袋过来了 您请坐吧 您要推脑袋官 您是推个分脑袋官 是推个背脑袋官 还推个小瓶瓶瓶 这瓶的 这瓶不瓶 这太瓶了 所以推广普通话 北京话 它也是方言一种 哦 它是基础 明白了吧 明白了 这方言 谢谢您 今天真是掌学问 别磕头 我怕你磕你 磕了囊 你知道 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人家经常拿你打铲 拿你抓梗 不能 比如说吧 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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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左盖 左盖 上个礼拜 你就说自己事情吧 不管哪天了 有一个 我就不说谁了 不能挑拨你们之间关系 是吧 有人说 何一伟 何一伟 怎么了 穿着高尔鞋 昂首挺胸大踏步的 就能从这桌底下走过去 有人说了 那何一伟 去去去去去去 咱们还是看下一个节目吧 不认倒霉 什么 不认倒霉 谁不认倒霉 我没说你 我说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叫做 不认倒霉 掌声演员安东 少全 向大家 问好了 这人呢 要不断的学习 没错 学习让人进步 最近我通过学习啊 有一个重大发现 哦 什么发现 八个字 真的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这八个字 在我们 我也有个新发现 什么呀 你的数学 是化学老师 培养的 那是十个字 是吗 十个 真的假不了 别数了 别数了 大伙都知道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 就是假的 明白你的意思了 甭管什么事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那当然了 那我问你 说吧 有一个老头 一不小心 鸭鸡 摔倒在地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有的人 把他当作假摔 袖手旁观 视而不见 嗯 几少数 明明是没文化的人 为什么可以拿到硕士博士的真文凭 还能当上某些真的专家 他 嗯 一个别 明明是假把戏 敢冒充技工大师 还真有人信 明明是假鱼 敢冒充王吧 这个价格 蹭蹭蹭蹭 就往上滚 我差点被他划过去啊 甲鱼就是王八 这是真的 哈哈哈哈 你跟王八很熟 对了 谁啊 这就不说了 我可以容忍身材是假的 头发是假的 脸是假的 胸是假的 但绝不容忍 钱是假的 说的太对了 啊 假钱太害人 害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无处可逃 啊 碰到假钱了 怎么回事 前几天 我们公司发工资 我回家一看 里边正好有一张一百的假币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朋友们都太清楚了 我们的真钞上面有一行汉字 中国人民银行 你这张呢 中国儿童银行 嗨 这也太假了 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啊 别着急 拿回去换换 我去了 到财务室 邦邦邦一敲门 我说 嗨 会计姐姐真叫美 鼻子下边是大嘴 啊 这叫美啊 鼻子下边嘴更美 什么事啊 哎呦姐姐 前两天发工资 你发给我一张假币 你看 儿童银行都出来了 我知道不是你故意的帮我换了吧 嗯 拐塞两眉 够酸的这事 他怎么说 哎 要说人快捷 人没嘴甜太不好 好 有一张假的呀 啊 拿来我帮你换了 是了 是了 哎呀我说安东呀安东 你也算公司老油条了 啊 那个老员工了 哦 不知道你这个假币是哪里来的 但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发工资都是银行取的 不可能存在假钱的 你说这个钱是假的 就表示你对我不满 对我不满 就是对老总不满 嗯 因为老总是我老爸 嘿嘿 对老总不满 就对董事长不满 对董事长不满 就对董事会不满 对董事会不满 就是你不懂事 你不懂事你就惹事 你说这个钱是假的 你这就是惹事 惹的还不是一半的事 你惹的是大事 你知道不 火啊 哎呦 哎呦 哎呦我说姐姐 这会计会说相声的事 姐姐 我不想惹事 哦我就想请你把钱给换了 你看行不行 他怎么说 不想 这个钱凯蒂不是我们公司的 你说是我们公司的 表示你 哎呦 干脆啊 别换了 认倒霉吧 你说什么 认倒霉啊 这叫什么人呢 凭什么呀 不能认倒霉 这一百块钱 那是我一个星期的早餐 这假钱花不出去 我一个礼拜 喝西北风啊 咱不能花假钱 不能让假币流入市场 不花假钱 不让他流出去 对 我这张怎么办 认倒霉 凭什么呀 不能认倒霉 这假钱花不出去 我一个礼拜 喝西北风啊 又来了 正当我十分纠结的紧要关头 我一抬头 啊 新花弄饭啊 怎么了 我看见路边一个摆地摊的 你吓我一跳 一边卖东西 一边吆喝 怎么吆喝呢 哎 哎 各位先生 各位太太呀 世界名牌大甩卖呀 手机手表和ipad呀 一锅子要十五块呀 嗨 这你也信 崩班怎么说 能花假钱就行 他真想花 老板 东西不少啊 挺钱的 给我买三斤手表 手表论金卖呀 地摊货不都这样吗 ipad论堆卖 啊 然后偷偷递上这张假币 哎老板快点找去 我还有事 人找了吗 老板不慌不忙 从背后懂 拿出一台验钞机 在机车带着验钞机 这有什么呀 收破烂还带秘书呢 哈哈哈 打开验钞机呀 凡是真钱 从里边一过就喊 真的 真的 语音报警 那假钱一过也喊 假的 假的 你这张呢 当时把我那张 往上面一放 喊什么 哎呦 哎呦哎呦 啊 那老板过来一看他还喊呢 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不怎么回事 兄弟 你的假钱把验钞机卡死了 哈哈哈 这也太假了 不是 不好意思老板 那手表我不要了 拿着钱我赶紧跑啊 哎你跑什么呢 路边人多都看着我呢 你还知道害臊啊 谁让你花假钱呢 我不花怎么办呢 我不能认倒霉呀 这假钱要花不出去 我一个礼拜 啊 可惜呗 我就知道是这句 正当我十分纠结的紧要关头 啊 我一抬头 啊 新换路犯啊 又怎么了 我看见天球底下 有一个算命的 算命的 嗯 这位兄台 甲乙饼丁固 紫草银帽尘 金木随火土 上山打老虎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 痘乱密发 索拉西 哈哈哈哈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 哎呀我的大师 算一挂多少钱 这卢子骗人的 别信他 我知道 这不会花假钱吗 黑口 什么 一挂十块 没有问题 你要能算准 我给你二十 够大方的 我就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像我这样的肥仔 嗯 什么是可以许到一个 像朱迅姐姐一样漂亮的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他怎么说 大师不慌不忙 仔细看了看我 从兜里掏出两张图片 图片 我打开第一张 有希望 天鹅 第二张呢 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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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啊 哈哈哈哈 不是这叫什么大师 整个骗人的 假钱我也不给你 噗 假钱我也不给你 噗 噗 什么玩意儿 哎呦 憋着他了 干脆认倒霉吧 凭什么呀 我不能认倒霉 这假钱要花不出去 别说了 没完没了了 呵 正当我十分纠结的紧要关头 我一抬头 哇 西瓜弩棒啊 还是白大呀 匪宅 不是我想起来了 车站对面有个小卖部 是个老阿婆开的 耳聋眼花 最主要她那没有燕钞机 老太太你也坑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什么人哪 来到小卖部 我一看嘿 就大妈一个人 啊 大妈您好 我买东西 买什么呢 给我来两包方便面 甭管是刘师傅还是刘师娘 都行 大妈您快点 我急着上厕所 啊 上厕所买方便面干什么 你傻呀 方便面方便面 不就是方便的时候吃吗 没听说过 大妈也纳闷 我说小伙子 上厕所应该买纸巾 你怎么买泡面呢 哎呦 两包方便面五块 你不上厕所吗 大妈免费送你一包纸巾 多好的大妈呀 我说谢谢您大妈 来这是一摆的 大妈您快点找钱 我有点憋不住了 憋事情都不多 这大妈小北生生意 还送你一包纸巾 你好意思骗大妈 你招什么急招什么急 那是大妈又不是你妈 谁妈都不行 哎 小伙子你等等 我招你零钱 哎呀最近我们小区啊 在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 加上刚才两包方便面的钱呢 明天我正好捐两百 多有爱心的大妈呀 听完大妈的话 我的脸刷就红了 我大妈 大妈 那张钱你还我吧 您收这张一百的 方便面我不要了 怎么回事 算我捐给慈善机构的 你那张假钱不花了 我这个 这什么人呢 这么好的大妈 你还坑他 你这什么思想 那又我了这是 离开大妈 当时看了这张假币 我是百敢交集 不就一百块假钱吗 不就一个心理早餐吗 不就三斤手表吗 那别提这手表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 不差这一百块钱 条条大路通北京 方飞梦想 趁年轻 武功再高 他是练的 包子好吃 他是面的 除何日当午 假钱太辛苦 床前明月光 这钱我心慌啊 对了 男人嘛 拿得起放得下 压的山大也不怕 当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郑重宣布 这张假币 我不花了 这就对了 揉成了一个腿筒 扔进了河里 这叫如是重复 都是假钱给闹的 回到家我心里面高兴 没 就在这会儿 我爸爸从外边回来了 哎呦 我说儿子 快来看快来看 收藏的绝版 什么呀 今天钓鱼我钓的钱了 你看中国儿童银行 又回来了 我看你念到念到 别人跟你怎么说桌子底下的事吧 算了 算了 我怕你客气 我要拿吗 我看你这事 你拿得起来拿不起来 好不好 别说吧 我们要请一位 花式小提琴的演奏者 让我们欢迎叶飞 来来来 你好 你好 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 来来来来 他这叫花式小提琴 没错 对 花式小提琴 怎么演奏法 我这个小提琴啊 非常的神奇 在我的手里呢 不但能够演出出美妙的旋律 这把小提琴啊 还会说话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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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真的吗 真的可以 你随便说什么 他都能跟你用小提琴说出来 哎 你随便说 当然了 朱迅长得笋 笋 有 哦 朱迅长得美 何云伟长 不说了 我说了 我说了 到我这怎么不说了 你猜猜 何云伟长得比朱迅美 哈哈哈哈 我去 谁有美话 是不是 这是这么美话 不是吗 不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 长得比朱迅美 哈哈哈哈 他都没对上字 他都没对上字 那你这么说吧 你说 是什么字 我说了可是实话 啊 何云伟长得真小 你为什么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也是真 你也知道我小 对对对 哦 长得真小啊 还真是 有一种鼠 不叫什么鼠来着 叫楼阿鼠 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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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何云伟老师 特别的聪明 哎真的 智慧 对相当相当有智慧 我觉得这样 咱们咱们欢迎何云伟老师 给大家演奏一段好不好 好开心 哎 这玩意有姿势 对 对 男的呢 哎 怎么意思 这面口的呀就是 哎 哎 想听一个什么 哈哈 力量代表我的心 好 我先试试掉门啊 哈哈 哈哈 你看焦小月开始之前都得试音 对对对对 先调试一下 嗯 来个欢快的吧 啊 哈哈 可以啊 这能拉好长时间呢 哈哈 陈昭的音乐 你这个该杠松下了 不是 没有 您 您拿的刚才都不对 啊 你看人家的 我来教教您了 嗯 这右手拿这个 叫琴弓 嗯 你刚才拿对了 但是这个方向拿错 你这是拿二弧啊 金弧的这个拿法 嗯 那怎么拿 哎对 一把把他握住 简单一点嘛 嗯 对吧 这样拿 哎对 把这个琴弓是放琴弦上 但是不是放 有一个具体的位置 放这里 哦 哎对 这样一二三四 你先试一下嘞 是吗 对啊 来试试啊 你你试试了啊 我找一个指点 对 好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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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了 再给您拉一段啊 刚才这个感觉还成 行吗 行吗 你这干嘛要扶着我 你这怎么站不住 我怕站不住我 哈哈哈 那是大力气的 老老前行我怕 大家觉得咱们刘梅老师演奏怎么样 还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举的不行 举的不行 两只老虎啊 跑得快是那个 不是关键是这个 这在于人演奏 那他要演奏呢 那就不一样了 真的吗 对啊 刚才他点奏你演奏什么 那种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朱迅老师拿手的 对吗 让他来试试 他也没问题啊 这是我拿手的是吗 对对对 来 我看看怎么不一样了 还是很简单 这个小提琴分成两个部分 右手拿这个叫琴弓 对对对 把这个琴弓放在琴弦的这个位置 好 咱就不用了 弄不着 他得出 对对 对 演奏这个曲子呢 这个是跟这个智商啊 演奏好坏 跟这个有天赋的 哦 也有点这个这个 这个IQ也有点关系 对 一个小的呢 就就就比较麻烦了 得美一点 对了对了 我也是得美一点 你告诉我节奏行吗 好 放在这里 一二我这样吧 我前面带着呢 后面我不管了 你全张张 来 放松这个手臂别紧张 也就好 哎 咱们没拿去吗 还没开始 咱们就走了 嗯 好 我们人的都会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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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大男老师 这找什么 这什么 这零钱哪儿去了 我想给你点 怎么样 真好 为什么到他这儿 曲子又变了呢 这事跟着曲子 跟这个 我像月亮 你像老虎 就见过那虎头鞋 我把你秀那儿 你会吗 你会乐器吗 打手的 你还会乐器呢 打鸡乐 你还会打鸡乐 想见没有 打鸡乐 您就叫打鸡乐吗 我们这是西洋乐器 你这个词打鸡 这个很复杂的 是啊 当然了 特别复杂 很难学 很难学 你打一个我看 我看你听着 你把那零钱拿出来吧还是 我觉得像云文老师 你看我这是西洋乐器 您那是不叫打鸡乐 我这打鸡乐 这真不能算打鸡 你要是打鸡乐 西洋乐器跟咱们打鸡乐 都能配合进来 要不然您对我配合 合奏一下 可以啊 那那那赶快赶快 可以吗 可以 跟着我的节奏啊 别问您 这个演奏的时候 一定带着饱满的情绪 走 您这都打我叫 这个节奏不在一块吗 不在一块 那你这样 你来我给你半套 您来我给你半套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来 走 走 哎 猪板这么一打呀 是憋着咱不跨 咱跨一跨 见证美诗 狗本里抱咱 行吧 怎么改天津快板了 您这就是天津快板了 不是把天津快板 不错 不错 可以吧 这样吧 这样吧 因为我们坐下来 好好看叶飞 给咱们来一段 花式小鸡心怎么样 别搅和人家好不好 没问题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叶飞 我爱饭 他不爱我就爱饿多 我爱你 وت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刚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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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